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最近的娱乐圈 真的是有很多明星陆续宣布分手或者离婚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情侣都分手了 最近就有一对情侣公布了恋情 而且他们还马不停蹄地参加了综艺 他们就是徐璐和张敏恩 相信大家对这两人都很熟悉了吧 他们在公布式恋情后就去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第二集 在发布会上 徐璐和张敏恩还被要求用爱上北斗星男友中的方式 亲亲抱抱举高高来酒连拍 虽然说平常拍节目他们也很甜蜜 不过毕竟这是在发布会的大庭广众之下 两个人还是很害羞的呢 但两人也不好拒绝 因此还是完成是了这个任务 而徐璐和张敏恩现场抱抱 谁注意张敏恩的手放在呢 观众录着呢 两人刚开始用了很搞怪的方式抱抱 徐璐抱起在这张敏恩的场面还真的是很搞笑了呢 不过之后两人很快就正惊起来有了很甜蜜的拥抱 当张敏恩把徐璐抱起来的时候 两人满脸都是很甜蜜的笑容 而且张敏恩的手也是非常的绅士 因为徐璐的裙子是比较短的 大动作是很容易走光的 因此张敏恩一手露着徐璐的腰 另一个手就压着徐璐的裙子 不得不说真的是太用心了呢 观众们又是吃了满嘴的狗粮 而且之后徐璐还和张敏恩来了个甜蜜的公主抱 两人深情的对视真的太甜了 而且这次张敏恩也同样也是用手紧紧压住了徐璐的裙子 真的是很绅士和有教养了 难怪徐璐会那么喜欢张敏恩呢 徐璐和张敏恩现场抱抱 谁注意张敏恩的手放在哪 观众录着呢 对子大家怎么看呢 我看到我们收视频的拥挤 就还是用手放在下里呢 我们有一个转换的异征上